歡迎收看上階關心電影的雲林新聞 為了說未來出現 倫北雄東興國修好友之間的交流和技術的交往 當時北雄學生對白球運動的興趣 推動後來白球的運動風氣 東興國修在這天基金學球杯的白球賽 希望透過比賽的空襲 提醒學生對白球的技術 並且來加強團隊合作的精神 各個年紀的民眾都在白球中最打球 這是倫北鄉東興國修第二次的好友杯白球賽 他們哪有比好友參加 也開放讓在好心 在好心家長到場來比賽 希望透過不敢說打的好友 和學生共同參與 這會享受打白球的趣味 我們是五年級排球隊的 剛才看學長姐打得好爛喔 我們覺得我們會贏 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學校 跟學長姐一起切磋球技 我是第四十屆的東興校友 然後今天是來參加 東興排球校友杯 剛好我的弟弟妹妹們 也都是東興的校友 我們就一起相約來參加排球校友杯 我是二十八屆的校友 那我們今天以校友的身份 回來參加我們母校的校友杯 的排球比賽 雖然我們畢業很久了 但是我們的心跟大家都一樣 還是赤子之心 好好也標示 希望做到這次的比賽 出現東興校友 有幾天的鑑定交流 同時也來保養學生 對白球運動的興趣 讓小朋友願意加運動 這一步來提醒團體合作的精神 我怕是東興高校 我們排球比賽 我怕世界在比奧運 我們這也是栽培國家選手 我們先小型奧運 我要祝今天大會圓滿成功 校友杯排球賽今年第二屆 那麼參加的人數呢 比去年更成長 那麼老中青三代通通都有 那最主要呢 我們希望是透過排球 串起這個校友跟這個 學在地的 學弟妹之間的這個情感 那以求會友 大家能夠強身健體 但興高校的校友杯 是一次難得的機會 讓校友、家長和在校生 在白球場上來比賽 並行出大家的運動精神 和團體合作 記得是小醫生 彩虹報道